火力十足 血战到底 绝对值得大家期待 火力十足 血战到底 用了八个字 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劲爆 有力量 来 我们的女士 如果给女性观众推荐的话 您将会用种什么样的方式 一定会闪亮我们的眼睛 OK 闪亮眼睛 然后找老公 找男朋友 一定要找这样的是不是 会一生功夫还非常非常的man OK 非常感谢两位 那工作人员收一下麦克风 然后呢 我们两位在这边合影留念 拍一张照片好不好 来 中间请我们拍一张照片 好 看一下我们中间官方的摄影师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高总 感谢我们的余总 谢谢 谢谢两位 好的 接下来呢 他上我们红毯的呢 就是我们爱情艺电影项目总监 显国华显总 来 有请 那当然呢 我们爱情艺影业呢 也是我们这部影片的其中的一个主题方 好 来 欢迎 好的 来 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为我们的 接下来送上麦克风 来 中间请 先跟我们现场都好打个招呼号码的 各位好 来 各位好 非常感谢你们到来看《唐寿娃》 看起来你刚才走过《红毯》这些 包括在舞台上都很兴奋 你是不是对我们的电影是相当的有信心 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非常有信心 两年前我跟我师父Papo在香港剧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拍一个超级的动作舞打剧 超级动作舞打剧 对 那之前他已经给我们带来《沙漠狼》系列 我们就觉得很厉害了 中间突破一个限度 就是把男人最广最野那一面表达出来 然后他说一个贼信自己的命 就算是我做恶事 天都快帮我 他说这个就够狂够野 而且每一个人 无论男跟女 把他破到人的极点的时候 内心的野兽都会碰出 太棒了 那个力量真的是不可估量的 其实我之前也看了一下这部电影 包括我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的两位男主角 就像您说的 好和坏真的已经到了极致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其实张俊跟李文乐 在演技方面非常非常有造型 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再看一下 对对对 答戏就不说了 主要两位的文系部分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大家感谢您的推荐 给我们的影片送一句祝福好不好 三个字 超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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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您 来 话筒您给我在这边 我们拍一张照片好吗 来 好 看一下我们中间官方的摄影师 好的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这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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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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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来先坐 谢谢 好的 接下来呢 踏上我们红毯呢 就是我们电影的总剧片人 谢国豪先生 以及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 李子俊 李导 有请两位 欢迎我们的君志 欢迎我们的导演 来 有请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从我们这部电影的台前幕后的整个主创班底 都还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 好的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先来到我们舞台的中间 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来 跟大家问上好 say hello 一下 大家好 我是黄色导演李子俊 欢迎李党 大家好 大家好 制片人还是挺低调的 今天有点嗓子有点不舒服 那这样我就多问一下李党 我们的影片马上就要接受我们第一个观众的检阅了 而且我们的影片将会在10号正式的和大家见面 此时的心情怎么样 我心情很兴奋 因为经过了很多电影 然后我是第一次当导演 所以在北京首演我非常兴奋 非常非常的兴奋 第一次当导演 其实我们都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新人 其实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题材 相对来说比较的轻松 但是为什么你把自己第一部的电影就选这么多场面很大 动作很漂亮的动作戏去挑战 这个压力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压力挺大的 但是我很想挑战这个动作的场面 给观众有一个新兴感 挑战动作场面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是有没有整个装作过程当中 会有自己坚持不住 会面临崩溃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 我在那个戏里面也有剧队吧 也说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就坚持下去 相信自己坚持下去 好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剧片人 我们这一部影片 如果让您给大家推荐一段话 您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一些亮点 一定是我们的ending 最后以我的 我们台风 来到了 我们在船上面打 还有水底的打戏 这些两个重点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对 就像刚才您介绍的 这次我们的打戏 确实在以前的电影当中是没有看到的 在船上 然后在水下 真的是 这个视觉和感官上的一种创新 想问一下导演 这一次跟几位主演 包括张静 包括阿乐 还有我们的吴岳老师 包括家中哥 合作怎么样 他们都是资深的演员 对啊 非常赚业 因为我们认识到那个 这么狂 他也鼓励 他们也鼓励 完成这个水底的打斗 而且那个巨浪 十多风头巨浪 那个抢劫案 嗯哼 是可以说是给我们 新晋导演最大的支持 哈哈哈 OK那我们就期待您的这一部作品了 来工作人员 我们收一下麦克风 然后有请我们的直播人 还有我们的导演 我们一起来合影拍张照片好吗 来好 那红色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中间 来好的 好 好 好 来右边看一下 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幸福老先生 来感谢我们的李总 来这边 稍后我们拍一张全家福啊 在我们的VIP室里稍等一下 好的 接下来呢 嗯 踏上我们红毯的就是我们 太阳娱乐文化有限公司 董事总心理 也是我们电影 黄兽的监制之一黄博高Paco 以及我们电影主题曲的演唱者 许志安先生 有请两位 欢迎Paco 欢迎我们的许志安先生 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 就是我们许志安大哥 给我们这部电影 切笔先生演唱的主题曲 OK 欢迎Paco 来 Paco 这边请 这边请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来 这边请 欢迎欢迎许志安大哥 先和我们现场的朋友 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 嗨 大家好 我是Paco 谢谢大家 欢迎Pac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许志安 欢迎欢迎我们的许志安大哥 来到我们的现场 首先想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 想我先问一下Paco 就是这几年 您在大萤幕上 给我们带来的动作影片 可以说是 给我们的这个华语动作影片 有了一些全新的一些定义了 我们觉得已经是做到一个高度了 但是这一次 您有给我们带来狂抽将的一部影片 您要挑战您之前的大萤幕 都是非常开心 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 他们对我的电影的支持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拍下去 一步拍下去是吗 那这个跟之前的沙坡浪会有什么区别吗 跟沙坡浪有一点不同 当然有沙坡浪的班底 但是每一次都是不同 这次是导演是第一次导演 新导演 对 另外张俊 张俊 张俊 也是第一次男一 男一 更难的再请主题 来跟我讲主题曲 主题曲啊 这一次接到这样的邀请 是帕国亲自邀请您的 想问一下是什么吸引您这次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上的合作 没有啊 就是有一次帕国达曼给我说有一首歌 希望你可以听听有没有感觉 然后听完之后 原来知道是一部片子的那个主题曲 然后我觉得 诶 其实在音乐方面 尝试这类型的那些男的感觉的歌曲也不多 那我就尝试一下 然后就 就合成这一次唱 同名的主题曲 防守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OK 也是一次音乐上跟电影的影视一个捧撞 其实呢 许战大哥我有一个问题想特别好奇问一下你 我知道PACO 特别擅长 让不太会打的人去拍打戏 之前有鼓仔 然后呢 后来我唱才有Eason 然后这次呢 其实阿乐他其实也不是专业的舞台员 如果有一天PACO找进去说 诶 打一打吧 可以吗 就被打的那个 没有啦 高手功夫高手 被打的那个比较容易啊 就是啊 因为接受还是会犹豫犹豫 不会啦 不会有机会可以能够演出动作片也是 我相信每个男生每个小朋友的时候都有尝试 或者是幻想过自己当 对不对一个舞蹈的明星 对 但是 现在做会不会太直 直了一定 会不会 那我觉得OK啦 有机会大概会好 好 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一下 就是有一天我们跨国也会上前发出这个动作片的邀请 OK 工作人员收一下麥克风 然后两位 谢谢大家 拍张合影 在这边拍张合影 看一下我们中间 好 来右边我们看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 稍事休息一下 稍后拍张全家福 好 来 这边请 这边请 来 好的 刚才我们都说了 我们影片当中 除了我们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些动作的场面之外呢 另外我们也特别期待 几位男主角的这个 分析的部分 好的 话不多说 马上就有请我们电影王兽的三位男主角来到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有请主演张静 余文乐以及吴悦大哥 来有请三位 有请我们的三位型男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三位的 动作戏我敢 对 我敢跟大家做一个保证 绝对是我们大家眼前一段多人 完全超乎大家 就觉得 他们三位 能够在 什么地方都能够 深圳 群角 确实这个地方 大家很大的一个进行 来来来来 欢迎主角 欢迎吴悦大哥 欢迎吴悦大哥 来 请 欢迎这边请 这边请 欢迎 OK 首先有请我们的三位和我们现场的朋友 打一个招呼好吗 来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静 欢迎 张静好 我是尹温的 大家好 我是吴悦 OK 我们三位男主 三位型男都来到我们的现场 大家是不是应该把 黄护生送给他们呢 对啊 对啊 对 拿着手机不方便送给他们 就送黄护生哈 首先先问一个问题 问一下我们的张静好了 这一次挑战我们这个 男一男主角 而且有很多吃重的这个动作戏 感觉怎么样跟您之前拍摄其他的动作影片 嗯 都是累啊 都是累啊 对 这个是更累 更累 主要是每一次你在影片当中都是你一个人要打两个人 上一部电影也是一个人打两个人 这次也是一个人打两个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故意这样安排嘛 因为你这个表 这个武力非常非常的高哈 好 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阿乐 其实我们在预告片当中呢 我看到你这个人物 还是挺 忧郁阴郁那种感觉的 好像背后有很多的这个 黑暗的力量的那种感觉 你拍这部影片的时候 觉得这个角色给你带来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就像你说的 哈哈 就像我说的 对对对对对 它本来角色上面的设计本来就是这样的 嗯 而且 其实你 你们看到的所有的 妆都是特技化妆 嗯 所以 呃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其实它 动了很多手脚在里面 嗯 让你觉得它更加的 恐怖 嗯 其实我也知道你之前也涉及到一些 动作戏嘛 别的一些电影 那这次是不是格外的更加的辛苦 辛苦一点点 辛苦在于可能是因为导演有个想法 就是水底里面拍一个动作的场面 嗯 这个是 就是 水跟张剑是兄弟 然后 后来又跟他是兄弟 嗯 所以就 很复杂 嗯 其实刚才我们导演也说了 这一次大家 值得期待的 就是在船上打 包括在水下打 然后在船上打的部分 我看了一下 又有水 然后地面又不平 是不是跟您之前拍的大戏 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难度有分大 对 我觉得 他们俩也是身有体会 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在 在船上打来打去的时候 非常 那个船非常滑 而且他是前后左右都四肢五度角 嗯 来位化 嗯 比较难拍 对于动作人员来说 要求是非常非常的大 嗯 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嗯 张建青哥 这一次跟阿乐还有五个月 嗯 两位都是好朋友吗 私下 这一次跟他们合作起来 感觉怎么样 特别是动作大戏的时候 嗯 他们俩 其实在船上 也欺负我 欺负的挺够呛的 嗯 因为本来在船上的 大家掌握平衡 不是那么好掌握 然后 我们三个其实 经常会互相找不到对方 因为 视线有雨 还有那个水炮 嗯 经常一喊开始以后 一冲过去 两人已经不见了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去哪 我也不知道自己去哪 所以那个难度是挺大的 但 我们三个其实有 呃 我们那场 在船上的恩典器打了接近一个月 然后 就已经到后边 在这儿 就不是互相鼓励了 其实大家都不说话了 那种不说话 其实也就是在默默地劫持 没有多余的 语言 就是叫你 呃 机器白 啊来 我们就自动上去 就基本上已经没有言语了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不管 怎么样都要拍完这场戏 所以 我们三个人当中都知道 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 也会知道有 有多累 因为 我们 我们第一天拍完就觉得 这场戏应该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 但是我们三个 我们坚持下来 好 那其实呢 听了我们尽管跟大家这样的介绍 其实在我们正片当中 船系那样的打戏 真的是 船系 对 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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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幅还是很大的 拍了将近一个月 大家想一想 每天上船 然后从头尸到尾 一个月的时间 还要完成动作戏 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的 每天上船要尸身 对 要尸身 现在的发音尸完船 OK 对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朋友 应该把我们的 欢呼声再次送给我们三位主演 好不好 非常的辛苦 好的 来 邀请我们工作人员收一下麦克风 我们三位呢 一起合影留念 拍一张照片 好吧 来 一起 好 来 看一下中间 好的 三位留步 三位留步 我们还有其他几位主创 一起来拍张照片 来 尤其我们的总制片人 谢国豪先生 以及我们的导演 李子俊导演 还有我们的金曲 HELLO 还有我们的主主剧的演唱者 许志安老师 来 一起 我们拍一张全家糊 好吗 来 一起 好 来 我们一起拍一张照片 好 来看一下中间 好的 请大家居住我们的电影狂秀 将会在11月10号 正式了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走机电影院 来看这样一场血战到底的大戏 再次感谢各位主创 谢谢 少时休息一下 好的 那 持有我们手提观影圈的 各位朋友的抓紧时间 从我们的检票口 到达各个厅 稍后呢 我们的各位主创 也将会来到我们的方面厅 跟大家做一个面前 以及应后的交流 请各位持有我们观影票的朋友 抓紧时间 从我们的检票口入场 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大家 超越员 谢谢大家 我 blossom 这些文化 很美丶 还是要多参 START 准备 导顾 都算出色 合你的 誓酬 恭喜做奶饭 我有爱啊 我有爱啊 太过了 太过了一年半 四百万二 小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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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